每个宝宝都是妈妈独一无二的小天使 他们的一平一笑 一举一动 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体会着初为父母的那份温馨与感动 感受着被人需要和依恋的幸福 此刻 好闺蜜月亮姐姐和孙茜 正沫浴在幸福的时光里 回想起当初十月怀胎 生下宝贝的一刻 仿佛历历在目 从一开始还紧张什么时候生 到最后都觉得 哎呀 管他哪天生呢 无所谓了 就给他打电话 川家 我们今天来吃火锅吧 跑到他们家附近 好 他出来挺着个肚子出来 然后吃火锅 吃得特别美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家起身要走了 他说 我好像坏了 我好像破水了 我当时我蒙一下 我头都大了 我说你不要吓我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赶紧赶紧赶紧 他老公开车 在前头开 我就看前头那辆车跨龙你知道吗 跨龙 就他老公已经 你手抖的都不行了 就看一路过去根本就不认得路 亏得他后面很淡定的他在导航 谁是一踩刹车都听见车里哗啦哗啦 没有那么大的洋水之后 就这样我们就一路跟着他 到了医院之后 给他直接送上二楼 里面肚子疼吗 上了那个什么泵 无痛 到后来疼的就已经 就头就埋在那个床那了 然后医生就说看看开了多少纸了 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电子屏 上面就会写你的疼痛指数 一开始就是二十三十 我就已经疼得不行了 到后来呢 都二十三十了 我这这一块生了吧 医生说得到八十九十一百你才会 等到那个数字到八十九是一百的时候 你就已经疼得浑身在哆嗦了 然后就说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就发现那个护士什么都进来了 那种东西就开始扑开了 我哭开了 我要生了 后来老公没在里面吗 老公一直在 老公全程陪同 我们俩紧紧地握着手 他就会说 老婆好样的 老婆加油 他也只会说这个 我当时觉得我根本生不出来的 他们就不停地鼓励我 说都看见头了生出来了生出来了 就挖的一身 小孩真的就出来了 特别神奇 哎呦 然后他是 月亮有一张照片我看到 当时旗带都没有剪 对对对 就先把孩子抱到你的胸前 对 这个孩子一般情况下是旗带剪了 然后给收拾干净了 才给妈妈看 说现在呢 就是很强调孩子第一时间 就要跟妈妈身体接触 但是有的妈妈就接受不了 他会紧张 他会害怕 不要不要不要 他会有血吧 对 就很多妈妈就会说 哪走哪走会这样 他们都问我 我说我一定会接受的 所以当时那个孩子出来之后 就正好 马上就抱到我的身上了 对 然后你会发现 旗带就那么粗 旗带是那么粗的 我以前想象的旗带跟个飘带 你知道吗 爸爸的旗带是那么粗 你看他听的 你看他听的 对对 然后他就 把孩子就抱到你身上 你会发现是个肉糊糊的小东西 当时你就觉得 他眼睛 就一下子就睁开了 真的 对 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个眼睛 闭一只眼 那还睁得特别大 这不是你画的猫头鹰吗 都这样 对 我之前画猫头鹰 我老公说你猫头鹰画多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你那孩子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样 然后他就这样 就开始扭头了 开始找我 看到我之后 他就跟我笑了一下 那时候眼泪 就要下来了 医生就说 月亮不许哭 这时候不能激动 说如果激动 你会大出血 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反应 所以当时我就 不能哭 不能哭 就这样一直忍着 但是实际上那时候 那种幸福感 就说不上来 是所有的那种感触 一下子都涌上来了 我就听完之后 我发现真的不一样了 真的好不一样 你是什么样 我没有想到我会那么早生 因为我的预产期 2月25号 那天是个星期三 我还在预约拍运照 然后我还各种 试那种运照的衣服 然后想星期五去拍照片 我当天那天还好在 我去拍了点草坪照片 就你们有时在网上能看到 我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我大度地看着它 在家门头拍的 然后拍完之后 我说过两天再去拍 海边再去拍拍照片 然后再等了 过两天就生了 结果2月14号 那天当天 就是13号一过 一进到0点00分开始 诶 怎么开始肚子疼 没事吧 然后12点半的时候 半个小时 以后我就回房间 我说菜喊我肚子疼 然后说那你去洗澡吧 可能马上要生了 我说太不可能了 睡觉吧 发现就睡不了了 我就蹲在这床啊 我就跪在这个床边上 咕嗦来了是吧 对 我不知道咕嗦来了 我就好疼啊 差不多到两点多的时候 我就已经疼到 脸都煞白了 我妈我爸他们 从我室过来说那个 说不行赶快去医院 我这个时候就连楼梯 都下不了了 就是人就拖着废了 一样的下楼梯 下楼梯再去车上的时候呢 我说不行 不能走 我就从楼梯那下来之后 就跪着爬着 一直爬着车跟前 坐着电梯跪着 一直到那个 到医院 我一直疼了一宿 因为我是夜里 没有呆 没有呆 对 我疼得差不多六七点钟的时候 大夫才赶快 从家里赶过来 当时远航说 给大夫打电话 我说别打 我在那个就是 一些文章上看 说就都挺疼的 我不知道我那个疼痛 是超值的 是超值的我不知道 然后等大夫看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是疼得 就是哇哇的吐 我就那么那么疼 大夫说不行 赶快送检查 你可能是胎盘早播 就是 会有危险的 特别危险 它会那个 就一旦发生的话 就是内部大出血 然后孩子就瞬间没 然后大人也很可能也没有 就大人孩子都保不住 生产之前的一个病 但是大夫特别紧张 然后就赶快推过去检查 然后就做任何 就所有的这种手术 之前的准备 插管子呀 什么弄了漫天 但是还好 后来我还是 还是自己生的 然后那个时候 疼到风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抓彩虹行的手 然后我那时候 最喜欢的动作就是 那个 坐在那个马桶那儿 但是不是上厕所 就是因为后边能有墙 然后抓这边就 咚咚咚地撞那个墙 然后我觉得 你只有撞以后 才会觉得 减轻肚子疼痛 你听他听的已经 暮露不知 没有开始之前 我以为你们今天 是要劝我 我现在放心了 你们开始讲 那个墙还好吗 墙还好 有个人形 那个墙就有个人形 对 也好像说你别撞了 然后那一刻 我就特别恨他 因为你怎么不让我撞呢 只有撞了才会 减轻肚子疼痛 就疼得真的都不行不行了 那你们又当时那个时候 一直没有上这种 无痛的这些吗 对 因为我是个特例 怀疑我是胎盘早播的 一个特殊现象 所以就是你要随时做好 做这个手术的准备 你万一大出血 万一什么 你要是打了那个 无痛蹦的话 你就没有感觉了 那你就瞬间就没了 人和孩子都没了 就很害怕 百分之万分之几的 一个特例 不是常规的 常规应该像他那样 很正常 而且他可能也是 接近就太生了 对 因为我上那个无痛蹦 其实也是中间 那一截的时间 给你上点无痛 等你真正快生的时候 其实那个无痛 已经没有了 你必须要随着他那个劲 得开始使劲了 对 那个公缩 其实我真的觉得 那是妈妈跟孩子 在共同配合下生的孩子 就他也在使劲往处走 你也在使劲地生他 就那个公缩来的那个劲 是他在往处走 不自然那你就会使劲 刚才说那个孩子 你跟他说话 我也是一开始 那个大夫就来检查 然后就说不行 你的孩子还在里面 就还没有往外爬 大夫就走了 我就开始跟他说 宝宝你爬 来一块努力啊 你就腿蹬腿 踢妈妈 然后就出去了 一会儿大夫来说 可以了 他已经头皮都能摸到了 他真的能懂 那又有种形式出来的是吧 远航一直陪着你 对啊 远航就特别着急 远航一直在跟大夫说 大夫抛吧 大夫抛吧 拼命地跟大夫这么讲 大夫说我还是在看看 感觉他可能能够 自己生下来 我老公一直都是说 老公你可以的 我们顺 我们顺 这两个一桌 这两个老公不一样 我们和老公也不一样 那你那个孩子 出生的一刻呢 他就是那种很委屈 可能我是不是 我疼的时候 他自己也能感受到 一母子连心嘛 所以他生完 他在我怀里是那种 好委屈 好委屈 然后我就下一次说 妈妈在呢 妈妈在呢 但是生完以后 晚上两点多钟的时候 他爸爸回去了 因为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就突然到医院了 就赶紧回家拿东西 他把前脚一走 他后脚就醒了 然后当时在旁边 一个小玻璃 那种透明的敲敲了 他就扭过脸 我说你醒了 我说爸爸刚走 他就冲我笑了 哇 我也是惊了 我觉得好可爱啊 同样在《甄嬛传》中 有出色表演的 沈梅庄的扮演者蓝希 也出位人物 她和著名主持人 李思思做客我家时 也分享了 心境妈妈的甜蜜与烦恼 蓝希的孩子多大了 十一个月快一岁了 现在已经应该会 会扶着战 战 就特别高兴 然后每天他扶着围栏战 在游戏店上我就说 我就指使他说 把这个拿给妈妈 把那个拿给妈妈 他就不应乐乎地 各种捡起来拿给我 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的 对 我还一次你说 一个月一个变化 太快了 现在正好已经是 正好已经半岁了 六个月 那思思呢 大的现在两岁九个月 小的五个月嘛 五个月多一点点 五个月多一点点 其实就等于 比正好小了 小一个半月 小一个半月 蓝希你是顺产吗 对 顺产 你顺产啊 好棒啊 伟大 因为那时候我就坚持 天天就运动 就我到快生前几天 我天天还扫地呢 就我老公跟我后面 就特别小心翼翼的那种 对 你不是想象吗 审贵人平时在家还扫地 对 对啊 就当强身健体 你的胜产顺利吗 还挺顺利的 一下午两点半左右进了产房 然后一直到凌晨十二点半的样子 差不多整个产程十个小时 但是算快的 算是快的 第一次生产 腾得此处过来吗 因为我是打了无痛嘛 你打无痛吗 就是大概开到三指四指的样子 刚开始那个公缩 从十几分钟一次 然后到四分钟一次 因为我就看着旁边 在墙上挂的那个钟 真的是四分钟一次 家里人就看着我的脸 就抽抽了 你知道吗 你也是开到三四指的时候 上了无痛 但是其实到生的时候 那个无痛已经没有效果了 它后来又会很疼 因为它必须得 让你自动来那个劲的时候 对对对 它来那个劲 然后每次那个感觉来的时候 就跟着大概使了三到四回的劲 就出来了 然后就出来了 还算是挺快的 那还是 对挺快的 然后我真的就筋疲力尽 他们就各种鼓励我说 哎呀叔我看见头了 你就是跟我的心里一样 那是联门带怜 你知道吗 联门带怜 所以特别好事就差一点 你快点吧 哗啦那一下就下来 就觉得太轻松了 整个人 对呀世界都安静了 可是你们在生的时候 老公陪产了吗 陪产了 陪了 对 这是一个爱的教育 是 老公都看着整个过程吗 他觉得 会剪期待什么的吧 有剪期待 然后医生特别好说 你要剪吗 说我现在拿着手机 你赶快来剪说 我给你拍下来 真的啊 特别珍贵 那你老公还敢剪 我一个同事 也是他生完了之后呢 让老公来剪期待 那老公吓得说 医生你剪你剪你剪 我不剪 他不会后悔的 我老公拿着剪的时候 这医生就往这儿剪 他又问了 是往这儿剪吗 对 你就往这儿 你再给我指一遍 就这儿就这儿 好 他不会疼吧 他不会疼的 他说不会不会 你剪吧 对 这正是挺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看他们顺产 其实真的还挺那个 因为我两胎都抛嘛 你都是抛的 其实你很年轻 应该条件还不错 因为我第一胎是胎位 就是太等于头冲上 所以没有办法顺产了 然后到了第二胎呢 就觉得抛其实还挺好的 所以就又不好 因为顺它会有危险的 你第一胎是抛的 第二胎如果要顺产 对于母亲来说 危险会很大 怕内伤 对对对 胎位不正是没有办法顺产 对 但像你这样的 你这个抛了以后 你恢复的过程 那个 我觉得抛妇产是这么 就是整个的过程 因为是你可以预知嘛 就不像顺产 你时刻处于等待的状态 对对 没错 因为抛妇产是 基本上你定下来手术时间 你就知道大概 你要经历什么 尤其是到二胎的时候 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之后 你就觉得特别像 做了一期节目 之前有了彩排 然后再来录像的时候 你就好轻松啊 我的主导医生和医胎是一样的 后来我就在手术台上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天 就聊到最后 那个大夫说 别说了 别说了 不能聊了 马上孩子要出来了 然后我才闭嘴 后来他们说 这太能聊了 就完全是清醒的 完全是清醒的 就是你在微博上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视频 就是你能看到 抛肤产就是妈妈经历了什么的时候 你还是会信有余悸 就是没想到在自己的身上 可能也经历了这些 只不过是你没有真正看到 抛肤产我觉得最艰难的是 第一次下地 很疼的吧 对 就是怕你沾帘啊 我是抛肤产 转天就下地 下地的那一瞬间就是你脚 还没有沾到地 已经就是身体坐起来那一瞬间 你就觉得撕心裂肺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那个伤口牵扯的疼 然后你再站起来那一瞬间 就因为旁边有两个人在 就我老公和护士在架着你 虽然已经帮你省了很多劲 但是你还会觉得 还是有点疼 抛肤产还是比较受座的我觉得 他进医院基本上就 医生说 来了啊 来了 躺那儿了 哎 躺那儿了 医生说 来了 我说是 又来了 就躺那儿了 哎 躺那儿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 快出来了 别说了 哦 这让我闭嘴 然后出来之后 医生说 疯好了 我说 再见 医生说 下次还来吗 医生说 下次还来吗 我说 不来了 有可能 我看你现在这几个人的状态 都非常好啊 弄完了以后 就嘻嘻哈哈 因为我跟月亮特别熟 我老看到他 我特别纳闷 我就说 哎 我说 你这个身份 你也没有点情绪的变化 他每天到的时候 喝喝嘻嘻哈哈 也没有什么忧郁症 因为老听说 有人说 伤口忧郁 伤口忧郁 伤口抑郁 有吗 有 太有了 你有啊 对 我就月子里太舒服了 然后就回家以后 各种问题频出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就觉得 分分钟就是 就是人间炼狱 我太怀念 在肚子里的时候了 没有了 就是他熟悉的环境 然后回到家 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他开始不分白天 不分周夜 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就一直在哭 就哭到 我觉得人生都灰暗了 怎么哄 家里所有的人 轮方圣镇 怎么哄都哄不好 每次就最有成就感的就是 我要是给他哄着了 我老公就在背后 偷偷地这样 他要是哄着了 我就会对他 然后我们每次各自 跟对方做完那个手势以后 不出十分钟 孩子又开始哭了 然后我们又继续 新的一个轮回 就那段日子 真是现在想想 就是暗无天日嘛 不过还好也过来 抑郁症真的 离我们真的不远 你要说 以前看到很多新闻 说妈妈生完孩子 就是激素和荷尔蒙有变化 这些他都是自己掌控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就 产后第一年 大家还是都可以走出来的 我好像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好像没有 没有 你怎么天天都那么乐呵呢 对 可能我的那个宝宝 因为你不是性格都比较好 对 反正我整个 从怀孕到生产到 包括现在自己带孩子 我整个过程 就都非常快乐和享受 思思 你有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吗 你生老大老了 很少有人能像月亮姐姐这样 因为你别看她 她名字叫月亮 其实她挺像太阳的 她挺活力四射 挺特别阳光 我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 但我觉得二胎会好很多 就是因为你大概知道 自己会在什么样的问题上 会出现这样的产后的抑郁的 情绪的变化 我多多少少在一胎的时候会有 那个时候讲究纯母乳 然后本来奶水也不是很好 然后就弩着 等于孩子每顿吃不饱 他一直饿就一直哭 然后你本身你就会觉得很愧疚 所以反而就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会比较异乎 我那时候更夸张 就是如果谁劝我说 你给他喂点奶粉吧 说其实混合喂养没错 我都会视那个人为敌人 就是你为什么要打乱我的 纯母乳喂养计划 就是特别坚决 其实回过头来想想 事实证明 怎么样喂养都没有错 只要你是用心对它的 很多孩子因为特殊情况 一口母乳没有吃过 照样长得很好 对 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知道他们不是有这种说法 叫一胎叫书养 二胎当猪养 对 这其实大家听到都会觉得笑 其实这个当猪养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可能 你不要那么精细化 对 你没有那么刻意地在追求一些 所谓的科学喂养方法 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总别出了 适合自己 或者适合自己家庭环境的一套喂养方法 他们只是一个 妈妈的情绪的一个变化 但你是不是 因为你有两个孩子 你是不是要关注到老大的情绪的变化 春天姐说的太对了 是 这是我们从开始怀孕 就一直在 我们全家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 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怀孕 然后肚子开始显形了之后 我就告诉袁宝 我说 袁宝妈妈肚子里还有一个宝宝 那你就给这个小宝宝取个名字吧 然后开始叫皮皮 是因为他听那个故事里头 有个小老鼠叫皮皮 然后特别淘气 他说那就叫皮皮吧 然后后来等那个老二出来之后 他又说 这个皮皮不好 因为他是个小老鼠 我最近看那个动画片 里头有个金宝不错 就叫金宝吧 后来我给他留言 我说老大叫袁宝 老二叫金宝 金元宝全在你们家了 切什么虎什么 金元宝全在 而且他那个宝特别可爱 老大我觉得就长得跟他特别像 对 他可好看了 小袁宝特别好看 然后那个弟弟虎头虎脑的 就是感觉跟哥哥一起照相的时候 比哥哥还要转翻翻 他和弟弟之间就是出生了之后 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 我更多的是在树立他哥哥的这个概念 就是让他觉得很多事情 弟弟是不如你的 所以你是要用一种 就小英雄的方式来保护他 要呵护他 但即便是这样 其实弟弟出生了之后 他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弟弟真正真实存在的那个感觉 会对他形成一个心灵上的撞击 所以我给自己盯了几个标准 第一就是不在元宝的面前 对他和弟弟进行比较 就不能说 你看弟弟比你这个 当时体重长得好啊 或者不会说这样的话 还有就是不在他面前为奶 就是因为我觉得为奶 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 就是建立母子关系的一个 这样一个亲密的过程 所以我不能让他感受到 就是我和弟弟之间有这样的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比较回避他 做这个做这项工作 然后还有一项就是 就让他知道弟弟什么 什么事情都比较比较交络 就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小英雄的形象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说 你看弟弟不会说话 那你就跟他说话 你要教他说话 你要给他讲故事 然后你要给他唱歌 然后弟弟会特别喜欢你 我们家那个小宝宝 他是手部力量 他控制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的时候力度是 就没有轻重的 他有时候抓哥哥一下 然后哥哥会觉得有点疼 就有一点点小的危险 所以有的时候 哥哥就会告状到我这儿 妈妈金宝抓我脸 我说其实金宝没有抓你 金宝是想摸你之不 他没有控制好 他慢慢会越来越好 平衡两个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一个对父母来讲是一个课题 也跟大家的这个引导有关系 对 如果我们总是说 来了老二老大就会受伤害 老大情绪会有变化 可能他真的就会往这方面走 但也许社会环境的这种变化 老二生得越来越多了 老大的心理健康问题 应该是越来越不会成为问题 因为他的这种同类的群体 会越来越多 小朋友和小朋友们之间 就会互相有心理辅导了 对对对 而且还会攀比了 你知道吗 那个我一个好朋友 回来就跟我说 说我儿子回来就跟我说 妈妈 谁谁的那个同学 他妈妈又给他生了个弟弟 你也快点给我生一个 他们开始攀比二胎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群体 他的周围的环境 已经发生变化了 不是独生子女了 现在多数很多家庭 都会要二胎了 所以在幼儿园里 他们会很羡慕 他有个弟弟了 他有个妹妹了 我也想有一个 所以你要相信 社会的这个大环境 会慢慢慢慢 让这个孩子的心理 变得更加的健康 因为我们家元宝 属于那种比较爱笑的孩子 但我发现老二 真的比老大还要爱笑 无论什么时候 你只要给他一个眼神 他一定下一秒钟 回给你的就是 特别灿烂的笑容 就你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笑 老大需求比较多 一会儿妈妈讲个故事 一会儿妈妈一起玩 搭个金幕什么的 你就更多地陪他 他在旁边小的呢 他其实也有人在 比如说我爸或者姥姥 或者是姥爷 在给他讲故事的时候 他就一直都不听故事的 他也不看那个彩色卡 他就一直看这边 就看着妈妈和哥哥在干嘛 然后有的时候 我回头看他一下 他就做出要爬过来的 那个洞室你知道吗 他还那么小欸 他五个月 他其实很想参与到 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你不约的孩子 他就已经明白了 那边我要争取你的关注 宝宝的成长 只有母爱是不够的 爸爸妈妈的共同陪伴 才是对宝宝最好的爱 在这方面 好朋友侯娟儿 就做得很到位 宝宝的日常护理 样样难不倒他 你们家娃十五斤 两个半月是吗 不到 差不多十四斤 六两左右吧 您要看见 我媳妇有多么的丰满 您之后就不觉得奇怪 一米七五的个子 反正比我庆不了多少 实在是母乳一样吗 纯母乳 我基本是母乳 你媳妇生孩子 那会儿你紧张吗 其实我紧张 但是没我爸紧张 我爸昨天一晚上没睡觉 二爷为什么紧张 二爷紧张 先叫孙子 要见到孙子 一会儿一电话 怎么样 生了没有 没 早上呢 我实在熬不住了 一会儿生了 还告诉我 挺好 全虚全影 我就放心了 我说当然全虚全影了 那毕超都看出来了 挺好的 你要不然你先睡 不行 我再忍会儿 我记得是一个早上 很早 二爷突然给我发一条信 就是发了你们家娃 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 他说叫猴娟的 我说恭喜恭喜 我是生了 我说您是在哪儿 我说您在现场呢 反正没有 我在外地演出呢 等于他在外面演出 就是心里都挂着这个 你们家娃像你像谁啊 老猴这基因强大 是真像我 但是个头比我高 太辛苦了 那太好了 挑点兵点 我买了那个爆玩神器 就是那个硬壳的那个 刚生下来的时候吧 那个东西大概这么长 也就三分之二 现在好 两个腿都搭了在外面 它两个多月 人家都觉得说 你们家这味的实在太猛了 多高啊现在 多少公分现在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两天反正天凉 每天好像都觉得大一点 我有一天不在家 我再回去 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变样 小卷毛 完了以后 我这也是小卷毛 有点这个自来卷 卷毛也不像你啊 脑袋也跟我们叮叮似的 直接就是 卷着就这尖着 特别可爱 一会儿我一看 太好了 才收到孩子 这就已经 都是两眼光光 现在等于孩子三妈 带着孩子 我在旁边这个屋睡 有时候我这人 我这人不是又翻身又折腾 还打呼 我怕人家受不了 所以呢 半夜里有时候 我上个小间 我得爬过去 爬到那个孩子身上 跟狗似的 从头到 这孩子睡着 睡得沉呢 他不反抗我呀 从头到尾 闻一遍 爽 我幸福 我老公也经常看的那个 你长得这么帅 你能这样 是的 说到孩子 星际奶爸猴之儿的眼里 充满了宠爱 看着眼前的李思思 月亮兰西 我们不禁感慨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时尚辣妈奶爸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女明星 在生完宝宝后 依旧年轻 越发美丽 他们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同时 有自己的圈子 面对可爱的孩子 家庭的顶梁柱爸爸 成为了孩子奴 时尚辣妈奶爸们 正在掀起一股生活潮流 作为辣妈界的优秀选手 月亮姐姐忍不住 把自己私藏的各种神器 都拿来跟大家分享 说到那个抱完神器 我今天其实就带过来了 真的 我去他们家去 堆得满地满屋都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对对对 这就是刚才那个 侯丁说的这个 人在家抱的时候呢 也可以这么抱着 也可以这么抱着 对 完了呢可以 外人来了 你可以把孩子肚子上 握起来 这样给人家呢 更踏实一点 对 所以开始这个抱完神器 还可以那个 哺乳的时候用 对 这个也是 这个时候用是 那个角度四十五度 小的时候特别爱吐男 对 这个角度就会 防止小宝宝吐男 吐男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在脑袋上的 洗头发 他不会 其实还买了一个 两边那个 有耳 盖着耳朵的 对 护耳朵的 对对对 在那个小孩那个 额头这一块 那干嘛 专门洗头 然后淋浴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给他冲 给他洗头发 然后脸和耳朵这就保护住了 不然他乱动耳朵会进水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这挺好玩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现在那个小宝宝 比如学走路了 或者学爬之后 他自己有时候站起来 会咚一下 在那后面去 你这个就给他背在这个身后 这个就贴在他脑袋上的 只要他往后一摔 这个就会垫着 就不会把他脑袋磕着 这个就是很多 很常见的部书 对 这个书 我为什么推荐呢 就其实那个小孩 特别喜欢藤妈妈 就像现在正好 这个半岁之后 自己就喜欢把布 蒙在那个脸上 然后就这样 我说正好呢 正好呢 他还装着不动 然后一会儿 他突然把手 抬起来就 就逗你一下 就躲猫猫 不说我们摸 它的时候是有声音的 而且触感不一样 所以小孩会觉得比较乐趣 有响纸 它里面放了响纸 小孩会特别特别喜欢 这还有响铃 对 他就特别特别喜欢 对 我经常会说 Where is the baby 然后他就这么看着 我就给他 Behind the tree 每天给他讲 讲完以后 他自己就会拿那个 早上起来 他就会把这个书 够过来自己在这翻看 然后在这吃 这个就是防止他用纸质的这个书 他会划伤手啊 对 或者对吃到嘴里面也不好 这个布的就没有 我们还可以洗 这个夹子吧 对 这个夹子吧 这个夹子 这个夹子 是不是那个 那个夹奶瓶用的 没错 对 是不是 而且你不用举着奶瓶 你就给它夹在那个小肠上 然后把那些鞠着一条 看你这奶瓶就放在一条 你能不能吃 是 这也太懒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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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了几分钟 对 但是有时候很多父母特别忙 他们就把这个放在那儿 然后小孩就自己会吃奶 我觉得这样不好 为什么 如果喝完了的话 没有东西了 好多这个空气 对 会有空气 跑到肚子里不好 这啥子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个是不是有那个温度的感应 对 感温少 它有香味 香味 一分 腐蚀之后 你要有这个勺的话 你就根据它的这个颜色 就知道这个腐蚀的温度合不合适 它上面有说明 它变白了 就说明太烫了 变粉色了 就说明这个温度是最适合宝宝的 所以这是个温度计 温度计 然后又是个小勺子 太有意思了 因为做得真好 这行 这有用 那要没这个 是不是那个 就是家里边那个小圆的 侧脑门的那个温度那个 照着腐蚀也行啊 那也没什么腐蚀也 我和孩子一同成长 在孩子每天一点一滴的进步中 收获快乐 作为闺蜜 我一路见证了月亮姐姐 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 曾经的月亮姐姐 现在的正好妈妈 现在的内心已足够成熟 是母爱 让她变得更勤奋 更坚强 也更完美 你这月亮 我觉得这个奶爸 还有待提高 可以考考它 换尿布 包括我一个人拉了 我一个人给洗什么的 我都现在都可溜了 是吗 换个尿布我们看看 抱孩子 先从抱孩子看 你看 一看就是 特别会抱的这个奶 对 一定能够 看上去被奶了 央脱肉 央脱肉 其实啊 这是 这是 我有时候呢 光着膀子抱的时候吧 她也揍过两口 搞得我回家 这鸡鸡鸡鸡都起了 麻痒痒 怪怪的 我这媳妇 这怎么怪怪的 我考考虎卷啊 你说这个 生完孩子之后 那妈妈肯定是要下奶啊 给孩子要母鲁喂养 是不是孕妇马上 就要大鱼大肉的喝这个滋补汤 能弄弄 我觉得应该不营养 但一般情况下 现在是不提倡 就生完孩子 马上就大鱼大肉喝 反而那样会把奶积住 不容易让孕妇下奶 那应该喝什么呢 那是一个过程 最重要的 把油表 这个说得太好 对 就上面那些油表 明白了 要多喝汤 但是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喝弄浓的汤 对 第二道问题 好 新生儿要不要喝水 关于这个问题 答案一定是 不 对吧 因为据我对母乳的了解 就是母乳会分前奶和后奶 前奶的成分主要是水 又不要清淡 后奶的成分主要是 就是脂肪啊蛋白质这一块 所以说孩子 尤其是新生儿 基本上就是 纯母乳喂养的时候 是不需要专门另喝水的 如果说是额外的 喝了多余的水 其实对孩子的肾脏 会造成更重的负担 这样反而不好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后期呢 你比如说如果说的母乳不够 喝了一些奶粉似的 奶粉容易上火 适当地喝一点水 清淡准确啊 不需要喝水 刚才我觉得蓝欣已经说得 特别特别全面了 非常好 来 那再考考你们 比如说要看孩子的体温 合适不合适 是摸什么位置 是摸额头吗 钻脚烟 这个摸后脖梗啊 额头呢 有那个侧温的那个崩 往上一搁 就一下子多少 就都有了 反正就是这几种方法 实际上看宝宝那个体温 就是摸脖子后面 只要脖子后面是热乎乎的 然后手脚呢 略微有一点点凉都没关系 尤其是小男孩 小男孩都是小伙了啊 所以如果你看他手和脚都很热的话 那说明已经给他捂活了 因为小孩末梢循环的这个末梢神经 还不好 所以手脚都是略微有一些凉 反而对他的这个温度是合适的 每天给宝宝洗澡都要用浴液吗 不用 新人的一致哦 我觉得宝宝不脏嘛 他在家里面不怎么出去 水洗洗就行了吧 对 对的 回答都对的 对 因为其实宝宝每天他自己的皮肤 会分泌一种油脂 如果你天天用浴液洗了的话 反而不容易保护他的皮肤 所以一周用一次就可以了 每天就水给他清理一下 小牛肉给搓一搓 还找他有春天 小孩拉绿屎是怎么回事 你说小孩的发便 我也绿的 小孩的辨别是什么颜色的 他刚刚说黄的 对啊 如果变成绿的是怎么回事 我没碰到过 绿的胎份都是绿色的 对 胎便是绿的 对 但是后面他一直拉的都黄金大便 突然有一天拉绿屎了 坏了 你刚才说对了 受寒了 我懵他 对 受凉受寒之后 宝宝的手会变绿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宝宝吃手要不要控制 在这 不 那你先说 宝宝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因为我经常看到 月亮把他们家挖 脚都碎到他嘴里 来 挖 吃脚 来到这样 给我惊着了 挖来吃脚 有妈把自己挖的脚往嘴里塞吗 你们家媳妇怎么干嘛 塞不到那去 小米其林根本就是外部 我们家孩子也是 还没到那个阶段呢 他脚都碎不到嘴里 我就觉得他腰有点硬 你知道吗 我现在跟他说 我说你吃脚 他听得懂 他就自己拿着脚 然后处到这儿就过不来了 卡住了 特别瘦你知道 刚才宝宝说 那不应该老让他吃手是吧 那因为我们家那个 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 到现在都上小学了 手还睡觉 他经常容易放在嘴里边 现在上学了得注意了 偶尔回家才偷偷地吃两口 那手指头 比别人好像都长一点 大了还吃 那可能是小时候没有过度好 对 安全感缺失 但是吃手现在是提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吃手是帮助孩子 建立他非常好的肠道局 手上面有好多的细菌 是对小孩的这个肠道 非常有帮助的 那你别让人孩子那么脏 拿起来的手指 你要注意他的生 那什么时候 他要习惯了 你没办法阻止了怎么办 只要他不是摸很脏的东西 只要他那个吃手 没有吃到就不停地吃 你就不用去阻止他 因为他有时候是寻求一种安慰 还有一个他要过他的口语期 他过口语期的时候 他就喜欢吃手 而且这个吃手是帮助他 你小孩生上手是动着的 慢慢的手才会放开 他慢慢吃手的时候 先是吃这个指头 后来你会发现两个指头一起吃 后来你会发现都放进去 然后慢慢慢慢 他会把大拇指解放出来了 你的大拇指他就会这样钻拳了 就会从这样变成这样 然后他的手指的这个协调性 就会慢慢地发展起来 他肚子里的这个菌群关系 也会慢慢慢慢地建立好 所以不要阻止孩子去吃手 有道理 所以只要适当地给他一点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菌群 将来他抗病啊 或者身体免疫力啊 对 但是如果他吃手 形成一种依赖了 你就要帮他去洗 就是你从一开始他吃手的时候 就要抹辣椒了 不行 那不行 他已经要注意 比如说他已经吃了吃 你看他一直在吃 你就适当地把手拿开 你也不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不许吃手 不用强调 你可以拿起他的玩具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对对对 不要去强制他对这件事情的专注 对 小孩的注意力 因为他集中一件事情的事物时间很短 对 你说这个好玩 他马上就忘记吃手这个事 他玩那个 他就一定不会养出这个吃手的习惯 你要硬性地弄 他反而很难 对 一般妈妈是不是很容易 对这些事情很上心 然后拼命地学习 像他就是一个学习型妈妈 然后拼命地看书 把一辈子看的书都在这看了 但是一般来说 爸爸像他这么上心细心的 好多 我觉得这个爸爸真的成功 好多妈妈有的时候会抱怨 说这个老公当了爹了都来爆发 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我们家他爸爸就属于 特别特别细心的人 对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是 孩子他爸爸也都是很细心 对 现在我觉得奶爸妈 好像这方面的记忆 真的是提高的还挺多 每个家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是说的 爸爸非得要每天要去上班 去挣钱养家 去干事业 完了妈妈呢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要照顾孩子 有的时候回来累了 也不是全懒 他确实可能有点扛不住 这可以理解 对 可以理解 但是在他就是说有空的时候 我觉得爸爸还是很愿意 在这种事情上心 对 他不会手软的 血缘呀 这隔不断 太厉害了 真的是 闺蜜月亮总是跟我说 她非常享受陪在孩子身边的时光 总忍不住用蚊子的方式 把跟宝宝固处的鼻鼻滴滴 记录下来 像我家她和孙茜也分享了自己 写给孩子一百天的信 触动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写给我的小正好 我的小正好一百天了 多么美妙的一百天 仿佛你从妈妈肚子里出来 连着期待放到我怀里的那一刻 还在昨天 转眼一百天就过去了 从第一次见到你 都不知道怎么抱你 到现在我可以熟练的给你喂奶 换尿布 洗澡 苦处 简直不可思议 从当初的束手无策 到现在可以驾轻就熟的 就搞定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自己还真是不简单 妈妈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骄傲呢 妈妈主持上儿节目十几年来 最盼望的就是从月亮姐姐 变成月亮妈妈 而你的到来 让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好开心 妈妈每天为你唱儿歌 每天为你编故事 这都成为了我一天当中最最快乐的时光 这一百天 妈妈和你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因为我非常珍惜这段 永远不可能倒流的时光 你会慢慢地长大 我也会慢慢地重返职场 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去探索这个好奇的世界 而我要学会慢慢放手 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跟你共处的日子 相信这也会成为未来我最最美好的回忆 爸爸说你继承了我的招牌校 这一点让妈妈真的有点小骄傲 听着你不断地用你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 妈妈也学着用你内国的语言跟你交流 你一问 我一答 两个人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可是又似乎很懂对方说了什么 这个过程真的是美妙极了 作为妈妈 我会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希望你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拥有非常快乐自在的人生 也希望每一个将来遇到你的人 都会觉得 哇 认识正好 真好 再一次感谢你 能够成为我的儿子 一切都那么正好 正好来到我身边 正好带给我幸福和快乐 正好让我拥有完美的人生 在最成熟的年龄 我正好拥有你 感谢老天赐予我的幸福 好好生活 好好珍惜 爱你我的儿子 谢谢 两个妈都 都泪流满面了 当时我看到月亮这封信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我有那一片 我会和孩子说什么 你真想过这个问题啊 那你确实可以要吗 真的孩子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会变得更勇敢了 对 因为你一定要去面对了 而且你会特别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特别希望自己能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而且你会发现 为很多鸡毛蒜皮的事 你会特别的开心 比如他放屁了 他几天不拉屎 突然拉屎了 你会把这件事情奔走相告 对 真的 对 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 都能够带给你无限的快乐 我跟你不一样 其实我这封信是蔡远航逼着写的 对 是我们回兰州要办那个白日的这个 是 白日艳 我看到你朋友圈里面发 我看到远航也发了 对对对 你眼下给我们听啊 好 都今天你一百天了 尽管从早到晚 势必恭清地待你 尽管生你的那一天的确发生过 每一幅画面都还在我眼前 我依然不敢相信 我有孩子了 我的天使你真的来了吗 从今天开始 他的生命就交由我来负责 这是世间最神圣的责任 我难以置信我这样的幸运 我能拥有你的青睐 等你会说话了 我真想问问你 在天上做天使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妈妈来做你的妈妈 别看你抱在怀里娇弱柔软 你给予我的力量无比强大 你的到来让我对生命 对生死无所畏惧 你让我安居井下做一只蛙 近看窗前风景变化 成为了妈妈的孩子 你的骨髓里就流着黄河的血 无论你知不知道 黄土高原的厚重血脉就在你的身体里 之所以选择火车回到家乡 就是想让你知道 车轮一圈一圈 丈量奔向故乡的土地 从修理的山川到黄土高坡 这是你回家的路 未来也许整个地球都会是你的世界 任你肆意畅阳 可是我的孩子 无论飞得再高再远 你都要知道跟在哪里 妈妈也许不能陪你走完 你所有的人生路 世界纷繁 洗一把黄河水的脸便是清凉 人情冷暖 干一碗牛肉面的汤 热血胸膛 这里是妈妈人生的起点 这里是姥姥姥爷祖辈生活的地方 如果你遇到任何的不顺 就去摸一摸黄河边的石头 黄河滩的骨河道的石头 是印在你骨子里的充不烂的倔强 我的孩子 常怀感恩之心 笑容难容之事 奔跑吧 选你最喜欢的跑道 爸爸妈妈用爱做你永远的陪跑 记住 你的人生 要的不是某个璀璨的点 是一串每个快乐组成的线 听上去特别像爱亲的我爱这土地 两个妈妈给儿子百天写的这个信 是不一样的风格